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李淑芳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全方位 在美国股市昨天的上涨之下 台北股市很可惜的是 今天是开高走低的 集中市场上面只有小涨了13点 收在19,928点 但是OTC市场上面的跌幅 却是非常的一个重 所以我们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刻意把台北股市 跟整个电视上面的电脑图形 给大家做个比较 第一个 这是我这张字卡上面的图形 一个上面是集中市场 上面是集中市场 也就是说集中市场 在今天开高走低 收到今天相对的低 不含电子的部分 那就代表它含有金融个股 它尾盘还有去做拉高 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 在今天里面有很多的 龙头形的全资个股 在尾盘去做拉抬 但它不是电子个股的 龙头形的全资个股 它是金融个股的 龙头形的全资个股 但我们在之前就说过 美国在最近里面公布的财报 一个 没有AI的一定不行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因为股息很好 因为美国的债券殖利率 里面来讲的话 开始下来 就代表债券的价格上去 所以很多的金融个股 有所谓的回冲利益 台湾的金融个股 就是保单之乱 就COVID-19 当时候的保单之乱过去了 所以获利都所回升 所以它的配股息也比较好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在今天里面的龙头形的全资个股 当然台积电的表现是不错 红海也还OK 但是大部分的拉抬 就是金融个股 金融个股里面 你看这个是不是拉到最高 2891的中信金 拉到最高 这个部分大家留意 再回来看到 我们在今天里面给大家看 这是在集中市场 这是电脑上面的集中市场 收在今天里面相对的低 并没有收高 OTC市场也收在今天相对的低 而且OTC市场 它并没有像集中市场上面 开高 爽 它基本上是开个平高 就爽下来了 为什么 其实在这种过程之中 就是本来 从3月1号就跟大家讲 第一件事情 它会面对着位阶式的调整 位阶式的调整 就是从3月1号 我跟大家讲的 涨多震荡 在手难免 但它还是会有 个股之中的表现 这种个股之中的表现 就是轮动 譬如说传经店的轮动 刚刚你看到了 金融个股 就是台北股序里面来讲 这一波里面 去撑盘的一个要角 第二个就是位阶式的调整 譬如说鸿海 你在过去里面 台北股序 从1万2 1万3 1万4 1万5 涨到了2万 你持有鸿海的人 是按锤类 真的就没有涨 快疯掉了 一直到最近里面来讲话 因为台北股是整体的本益比 已经来到了22倍 那就开始看到了什么 这些人家虽然在今年 没有成长性 但是它就没有涨到 就算人家只有赚9块10块好了 它的本益比 还是比大盘来得更低 更何况有很多的个股里面 是炒作的 你炒作炒到半天高 对不对 漫步在外太空 可是你的本益比高到个不行 那我说为什么三月份 它是震荡在所难免的 投资朋友一定要去了解到 第一个 你没有财报空窗期了 所以我才会在之前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纯炒作型的个股 你没有未来 对不对 你炒就是跟时间去做赛跑 你到了它的 嘎空结束的时候 你要在嘎空结束之前的一个礼拜 你自己要找机会卖 除非你这一档个股 是有基本面的 它稍微震荡整理 长线上面仍然看好 那没问题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本益比太高 它会去做修正本益比 尤其是你有一些个股里面过度炒作 你看在最近里面台北股市 是创了一个新高 这种未接式的调整 像鸿海涨上来 今天很多 落后性补涨的个股都涨上来 可是你来看在之前里面 没有什么赚钱 但炒得半天高 805市的安国 从嘎空完以后 从最高大家看到多少 224块 到今天的最低 大家看到多少 121块 200多块钱跌到这样子 整整跌掉100块 你持有一季的人通通赔钱 这就是什么 就嘎空结束 嘎空结束 那你要回归什么 回归你去年的年报 那你有IP对 你有一些你跨入到IP 问题是你跨入到IP 你的本益比多少 这还要去做试算 IP没那么简单 而且很多公司里面 早就有IP 120年了 但是有因为那些IP 而赚钱没有 那你再看 这个也是在之前里面来讲 很会涨的 神盾 也是不是说 也讲它跨入到IP 你看最高347块 现在到231块 我不是觉得它应该再跌 而是告诉大家说 你有些时候 你自己要知道 你的股票是什么 你是什么 那因为现在就是到月底之前 要公布财报 那你用整个电脑 你进去按 你也看按得出来 去年神盾亏损9.97元 对不对 那你说你今年有成长性 问题是你成长多少 你获利多少 你IP能够贡献给你多少 这都是要去做试算的 因为现在里面的NVIDIA 就是NVIDIA太肥了 它这个晶片已经肥到油滋滋的 一个晶片卖4倍5倍的价格 肥到大家就受不了了 然后结果整个一个 不管是META 就是以前的脸书 亚马逊 然后微软 全部都说要做自知晶片 结果灰达就跳出来说 你们不要自己做 我帮你们做 我要去做通用型的 因为它现在是叫标准型 对不对 然后现在大家都做自知晶片 ESIC百花其放 结果现在他又说 我要做通用型的 对IP 细致财大家就会在想 会不会有影响 那会不会有影响 其实不一定 可是股票永远是这样子 看着欧英就开车 变一身 很多细致财的个股就下来了 因为它本来就是高本益比 它就下来 但是是不是一定有影响 我觉得不一定 但是这就是市场 市场你只要去留意 它有几个游戏的原则跟规则 你如果是亏损的公司 你如果是不赚钱的公司 你本来就要在财报公布 就是在三月初你就先卖 如果你是纯嘎空的公司 你就要在农郡最后 抢补日的前一周 找高点来卖 这是逻辑 不然以后里面 你会遇到什么 我在之前就讲 你家空头会反扑 空头会反扑 如果你公司不赚钱 那你要怎么再配股配息 你就没有办法配股配息 你就不能够再二次嘎空 因为你家整个三月跟四月 农券强补完之后 其实对于空头而言 你只有很短暂的一个月 到两个月的空窗期而已 你跟九月以后不一样 九月是时间很长的空窗期 你可以去放空 可是如果你这家公司 去年是有赚钱的 他只要配股配息 然后只要股东偿会 他自动宣布股东偿会后一个月 他就可以直接储全息了 如果你是亏损的公司 就没有这方面 所以你自己要去留意这个部分 所以个股 它的波动力里面 我说三月份 它的上下的波动力 它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才会建议大家说 你要控制出来 至少现金三成 如果大盘跌破 19,638点 你也可以变成四成 现金比例变成四成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就说在高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在这种过程 因为它真的涨很多 大盘本益比是22倍 你真的高 我说你就把个股 有一些个股里面 你就先卖一半 你剩下的一半 当做你持股成本的减少 你就会耐震 大盘 我现在要讲到重点 大盘这一次涨多的震荡跟修正 好不好 我觉得是好的 你现在里面 等个一个高股息ETF之乱 00939 它就募集了500多亿的资金 很多市场的人 就去吃00939的豆腐 因为它如果到未来的上市柜 它就要去把它的基本持股买买买 但是你扪心质问 扪心质问的意思就是 你摸着你的心 你问自己 那些前十大的个股 被市场这样子轰抬起来 能够给你殖利率5%的 剩下几档 剩下几档 几乎是没有了 你还不如自己去找高股息 殖利率的个股 或是你自己 反正拜登就讲 今年一定会降息 你就慢慢去买一些债券 它殖利率有5%以上 但至少它的价格的波动 不会那么的高 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好了 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例子 我很喜欢从实战之中 实务之中告诉大家 00900是在当时候富邦特选 30它去挂牌 它当时候挂牌15块 也是高股息 而且它的股息配息 我告诉你那一年的配息 它刚刚开始挂的时候 是110年 它配1块多 它殖利率高达10%以上 结果人家还不是要照样跌到9块多 跌到9块多的时候 人人骂死了 不知道那个是机会 你看一堆人卖在9块10块 好不好玩 很好玩 可是在这种过程中 它才是你的机会 所以股票本来你的存股 你的投资 就是在一个长线上面的低档 我们当时候告诉你的出身段 跟主身段 不就是应该你去做存股的 你现在到2万点 我不认为 先看清楚 我不认为2万点 一定是台北股市的最高点 但不是你存股用的 它是拿来你做什么 做一些价差用的 这样听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你的存股市 你抱它个天长地久 你就是一个赢家 那个就是在出身段 最低档 长线的低基期 10年线去做买信 那你到了2万点 是台北股市里面 历史上面的高点 你说你现在去做存股 那我只能告诉你 你后面的背要很硬 而且要很强 你要有不断的资金 是定期定额 你不要一次买买 这是我给大家的 一个良心的建议 所以台北股市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你如果会去看技术面的人 你怎么会在今天里面 去追高个股呢 我都不懂 投资朋友 我们在之前里面 教了你那么久的一段时间 我说第一个 你今天指数创新高 眼睛看一下 KD有创高吗 没有 再往下 量的有创高吗 没有 所以他告诉你 不能够追高吗 这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他的KD指标 他就是在修正之中 你就是静待他重新交叉向上 没有修正到低档之前 我就问你 你今天如果你全部一档 个股 你买进去 你就算买到之前很强的散热个股 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的 一个双红好了 你今天这样子 你全部买进去 你也受不了 还融资买 你也受不了 如果你是当冲 你又碰到低点 你一定要冲 那你怎么办 所以你本来就应该资金切割 这是不会变的 我说一个好的老师 他不是勇敢的戴着安全帽 带着你往前冲 这是不对的 这在市场上面来讲是不对的 因为戴着安全帽往前冲 那么多个股 我去色飞标 我赢的属方 我就拿出来讲 每一天都讲强势个股 每一天都讲强势个股 请问你 你受得了吗 你有金山银山这样做吗 你如果要每一天去设 强势个股的飞标 那我觉得这很简单 每一天都讲只涨的个股 我觉得也很简单 但是去做一个资金的规划 去规避到一些追高的风险性 去保留到现金 到低档里面 你可以火力全开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策略 也是实物上面 观众朋友 你应该去做学习的 我讲这些对我而言没有帮助 对不对 可是对你而言 你的帮助很大 你可以学很多 但是我在这边 要强调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的 台北股市的震荡跟修正 是我规划之中的 如果你长期看我节目 你应该知道 我都叫你保留三层的现金部位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很多的个股 跌下来 跌下来才代表什么 它的价值的甜密度 甜 对不对 比你去追高那个风险性 风险 对不对 跟你的利润 哪一个高 当然是在低档之中 买到价值成长个股里面 你的利润最高 当然是避免高档上面 追高的风险 你是最低 我觉得一个分析师该做的东西里面来讲 除了告诉你哪些的股票好之外 还要告诉你 什么时候 什么位阶 你的持股比例的变动 这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在这个时间点里面跟大家讲说 台北股市在这里 集中市场就很简单 看19638 如果跌破的话 那你就要稍微注意 因为它本来就是推动坡的 第五坡 推动坡 坡浪5的第二次延伸的坡浪5 它涨多本来就会震荡跟修正 所以你本来就要提防这个震荡跟修正 但是一定要记住我说的 我不认为2万点一定是最高点的原因 是因为基本面的角度 它并不是最高 理论上它应该还有高点 所以如果这一次的震荡跟修正 那有第三次的延伸 你不要吗 你不要吗 那我只能跟大家讲说 在这种过程中 你要成为输家跟赢家 就是在一个高档上面 避免避开的风险性 跟第一档上面 我说在三月份修正拉回 这个就是对的时机 你去买到业绩成长个股 就是本命好的个股 就算大盘的流年 是产生的震荡跟修正 但是你到第二季到第三季 你仍然有机会成为股市的赢家 所以你要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跟上蜀方在未来的操作 让蜀方陪伴你在第二季第三季 成为台北股市最大的一个赢家 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在未来 全新投资组合的操作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投资朋友觉得选股很难 要买一些高值率的 概念个股里面 我是没有意见 但是你自己要去看看 00939 00940 它现在前十大的持股 他们真的 那些的股票还是高股息 我做个举例 在之前里面来讲 我们在130块钱 带着会员去做买进 6239的历程 我在这个节目就已经讲过 我说历程至少会配6块半 所以你去买130块钱附近 你殖利率就5个percent 你何乐而不为 加上它是美光的HBM 它的封装测试公司 是台湾唯一受贿的 那其他公司并没有 那你看它股价一路涨上来 可是它今年来讲 后来公布配7块 不是我说的6块半而已 7块的5个percent的 一个值率就140 可是它今天到已经到多少 今天已经到187.5 189.5 这值率率多少 那变成说你要买这些的个股 你就不是买高股息ETF 你就是买股价 你就是要去赚股价 那就像大家都有的 2385的群光也一样 群光配多少 7块8 它是一家非常稳健的公司 每一年大概中8块10块 配个7块多 7块8的意识 就是156块左右 160块钱 它是5个percent的值率率 那你现在已经到200多块了 你的值率率是多少 所以你自己要知道 你去认这个高股息的ETF 里面来讲的话 你为的是什么 你真的是要配股配息 还是要赚价差 你现在要去认的话 就是赚价差 我讲白了 你就是赚价差 因为他们这些的个股上面来讲 他们持有的股票 都已经不到5个percent的值率率了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 那就像我们在之前的节目 跟大家讲说 你因何而买 你因何而战 这是非常重要 就像我们那时候 当时候跟大家讲说 当时候890块钱的 一个所谓的东洋 我就讲说 我买它 是因为它元月份的获利好 它去年可以赚5块钱左右 今年可以赚将近7块 6块6左右 它的配股配息也好 而且3月份营收 它再创新高 你们就偏偏不听 就2月份公布营收 就要乱砍 就今天的一个东洋 从昨天的涨情板 到今天来讲话 我们当时候讲的时候 只有80几块 90块 到今天114.5了 我有说我去买高值率 没有 我就跟大家讲 你自己要去做留意 到了114.5 那就你要看 因为它今年大概6块6 你自己看 合理的本益比是多少 其实像我在当时候 就跟大家讲 深微人员 深微人员当时候 是一百零几块 我就说 所有的重机电个股 风力发电个股 都20倍的本益比以上 有些25倍 有些30倍 它才一百零几块 去年的获利 从第四季开始有获利 今年的第一季是淡季 那你去做布局 108 111 然后涨到160 我说160会震荡 因为8块钱的 20倍的本益比就是160 那你震一下 配合到今年的 第一季是淡季 第二季再上去 那你自己就可以留意 那1513的重新电 我讲得更早了 你看今天创新高 已经到184 因为它去年只有3块多 那是因为诉讼 今年是7块半的8块 这个就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那更不用说 我说航运个股 大概就几个 你要买高股 席值率率的个股 就是长龙 那其他的就是散装轮 散装轮的部分 就是域名 汇洋跟新清航运 就是这个样子 那就像现在里面 他一讲话 2383的台光店 大家之前 看到投信买就一直买 现在看到投信卖 就一直卖 我就问大家 韩国那个大厂 抢所谓的台光店的一个订单 是来自于它上游的 波迁部跟波迁砂 供应不足 来抢这个单 还是把它所有的订单 都抢完 其实台光店 光是要去应付 AMD 挥打里面 它几乎所有的订单 常常都被包了 所以它也没有办法 多的 现在有那么多的 一个伺服器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来讲话 你就要很害怕 然后投信也是 看到欧英就开清 跟当时候的世新一样 说麦威尔要抢 世新的单 看到欧英就开清 那时候世新才1000多块 现在又这样子 我是没有台光店 但是我觉得 有必要这个样子吗 它去年赚了16块 今年也20几块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 但是在这种过程中 你自己要去了解到 为什么台光店下来 但是6274的台药 它称赛高档 它是有差别的 因为波迁部跟波迁砂 而且是高阶的波迁部 波迁砂 它的一个缺货 4缺 但是在这种过程之中 台药早就跟日本的公司 里面来讲话 它协议好了 再加上现在里面 已经从标准型的AI伺服器 到ASIC的AI伺服器 台药它的高阶 高阶的高速传输CCL 早就通过认证 它已经接到很多订单 所以我跟你讲 3月份的营收就要上去 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 你股票本来就是要低借 你干嘛去做追高 我跟大家看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子 到今天为止 还是这样 你未来里面 你就知道它的爆发力 你要找到一党各国 能够成长三倍的 我跟你讲 在今年的2024年 真的不多 它是可以从去年的三块钱 我写得很清楚 早就写了三块钱 到今年会九块钱以上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3592的Rating 它本身就是做OLEM 我说在之前的折叠机 我只推荐6805的 6508的一个负斯达 6805吧 6805的负斯达 已经涨上来 我说本益比比较高的一点点 3376的新日新 我已经没有推荐 照例我也没有推荐 那我说 那这个时间点 就可以留意一下OLE的DDI OLE的DDI只有两家会做 一个是Rating 一个是联勇的部分 但是Rating 它去年赚了19.02 就配15块 假设它今年里面 从它发说为内容 它已经接到很多 中国大陆里面的一个 所谓的折叠机的订单 今年可以赚35块 那你自己去看它的机会 今天创新高 500块钱让你看到了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 我也跟大家讲 3324的双红 我们是309块跟大家讲 那你自己去留意 你自己要去做追高 我没有意见 但是双红它涨多之后 你还是要记住 水冷室的部分里面 比较大量的使用 会是在今年的下半年到明年 那AI伺服器的 比重上面来讲的话 它还是略微疏伪 其他一家 这个部分你自己去做留意 那4961的天狱 我也跟大家讲 我知道我都会跟大家讲 大概3月份的营收 它都会上去 原因就是什么 2409的有打 第一个 面板里面来讲 会接到很多机单 第二个 彩色电子纸的 第一季里面是淡季 第二季会上去 那这个部分里面来讲 不管天狱 不管瑞鼎 这个部分里面 它都有一定的立基点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对的时机 趁着拉回的时候 你要跟着鼠方 去做布局的人 你就在这个时间点 跟我们的线上助理 去做联络 跟上鼠方 在下一个阶段 全新的投资组合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